来 先喝点水 我先回去了 姐 姐 怎么了这是 怎么刚来就走啊 没脸呆了呗 要我说呀 你这俩姐姐脸皮也真够厚的 让你妈轮流在三姐妹家住 我不反对 可凭什么在他们那儿 就是每家三个月 到了咱家就是半年呀 我妈自从做完手术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现在几乎离不开人在身边照顾 我两个姐姐他们家条件本来就不好 房子也小 孩子也多 实在不方便呀 让我妈在我两个姐姐家 分别待三个月 剩下的时间在咱们家由我来照顾 这是我们三个一起商量的结果 你脑子被门挤了 你们家把房产都给了你们两个姐姐了 什么财产都没跟我们聊 现在凭什么让我们来养老啊 这对我们公平吗 别胡说 当初是豆豆主动放弃 不要任何财产 豆豆的两个姐姐 条件本来就不如咱家 你给人家争什么 都是血浓雨水的亲姐妹 计较这些 不只会伤了感情 伤了一家人的和气嘛 妈 哪有你这么傻的 可是桃桃 行了 你们什么都别说了 谁继承财产谁养老 那是绝对说得过去的 再说了 你的父母你去孝敬 完全没问题 但是他们既没生我 又没养我 也没给我一分钱 我凭什么给你父母养老 桃桃你说什么呢 喂姐 小妹 之前商量的事 确实是我跟你大姐 考虑的不周到 所以我跟大姐 凑了六千块钱 妈在你那儿 你多费心了 虽然不多 但也只有这些 已经给你转过去了 不不不姐 你们在家也没什么收入来源 而且孩子还得上学 这钱我不能要 还有妈那边 妈怕是不能在我们家 待那么久了 对不起啊姐 你说什么呢 妈不是已经都到你们家了吗 到我家了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 你婆婆今天一大早 就来我这儿把妈接走了 来快进 妈 妈 你怎么来了 你跟你姐姐商量好的事 反悔多说不过去啊 亲家来了多好 省得你们平时上班一走 这么大的房子 就剩我跟玻妞 乖冷清的 亲家正好能跟我揍个伴 谢谢妈 杨逗逗 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 都学会先战后咒了是吧 逗逗 你妈妈坐了这么久的车也累了 先把她坐沙发休息 桃桃 你跟我来 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逗逗姐姐来家的时候 连口水都没喝 就被你气走了 现在亲家来家 你又一副吃了炸药的样子 脸生妈都没叫 我从小教你的礼节规矩 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 亲家是我带来的 你用什么不买 都给我憋着 妈 你老糊涂了 她给您什么好处了 您这么帮她 亲家没给我什么好处 但是 她生养了我的儿媳妇 包括逗逗的两个姐姐 因为家里穷 两个人早早的都错了学 没有文化 只能靠苦力活来补贴家里 一家人 尽全家的力量 供着逗逗读读上了大学 正因为这样 逗逗才有了现在这么好的工作 给你组成了这么幸福美满的家庭 逗逗也是因为懂得感恩 才自告奋勇 多承担了一部分赡养父母的责任 这有错吗 妈 我还是那句话 那是她嘛 她怎么给她妈敬笑 那都是无可厚非 但是让我给她妈养老 不可能 行啊 那我明天就搬出去 既然你没有责任给逗逗的妈妈养老 那逗逗用哪来的衣物 给你的父母养老呢 反正逗逗也有工作 收入不比你差 养活自己妈妈轻轻松松 妈 逗逗 做人要将心比心 谁都有老的那一天 都需要子女照顾 还有 不管是谁 只要是帮助过我们的人 我们都要学会感恩 逗逗这点就做得特别好 她一直感念着姐姐们对她的付出 所以自己一有能力就想着回馈人家 这样的人是会有福报的 如果逗逗像你一样斤斤计较 甚至因为父母没有给自己留财产 而记恨自己的亲人 那这样的人谁还愿意跟她来往 福报和运气自然也就少了 娶妻娶嫌 妻子是丈夫最大的运气 逗逗可是难得一遇的嫌妻 这样的福气给了你 你怎么还不懂得珍惜呢 妈 之前没怎么去看过您 是我这个做女婿的 做得不到位 您这次来就多住点时间 以后我一定会和逗逗一起 好好照顾您 给您养老 让您安度晚年 最后一道菜也好了 小鱼可真是稀客呀 逗逗在这边也没什么朋友 听说娘家人要来 一大早就出去买了鲜鲜的鱼和肉 高兴得不得了 刚好我这两天来这出菜 顺便来跟我表姐道个喜 来 哇 方雨 你姐姐都要结婚了 真好 下星期举行婚礼 你能回去吗 下星期 让我想想啊 回不去也没关系 理到了就行 哦 那是肯定的呀 就是这 方雨 你觉得我们随多少合适啊 和我一样不就行了吗 一样 那是多少 六千六呀 六六大顺 多吉利呀 我姐就猜到你嫁得远 回不去 特地让我顺路过来一趟 帮你把礼金收回去 哦 原来你来我们家 不是来看望逗逗的 哎呀 这不也顺便看了吗 方雨呀 你和你姐姐是亲姐妹 所以多一点是应该的 逗逗她是表姐 六千六 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 我姐嫁得 可是我们当地 数一数二的富豪 她结婚 理重少了 别人需要笑话的 表姐 你可不能太小气了 小雨 这不是姐小气 而是六千六 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呢 这别人谁多少 我插不上话 但你可是咱们这一辈里 年纪最大的 这老大姐呀 这七八爷得 跟我们拿一样的钱吧 不然你好意思吗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回想起来 逗逗是老大姐了 之前你们家 是怎么对待逗逗的 你都忘了吗 妈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我不提能行吗 这些年你受的委屈 我不帮你出 谁帮你出 别人敬我一辞 我敬别人一仗 本来这件事情 都过去好多年了 我都不想再提了 现在是他们得寸进尺 那年你和桃桃结婚的时候 我们是着情又情 请不来你表妹 水里更是只赚了一百块钱 才一百呀 后来小雨结婚 她整整送了五千 你们一钱以后 相差才不到一个月 现在她结婚 你作为娘家的姐姐 给她补九百 水一千 这总可以了吧 之前妈给你掏了 这我水六千多 你们才水一千 这也太扣了吧 还让我们怎么大法 你给她水五千 那是你欠她的 逗逗又不欠她什么 表姐 你是知道的 那时候我姐手里紧 正是没钱的时候 她手里紧 就可以在豆豆这省钱 转头给你送人情吗 那不好意思 豆豆手里也紧 豆豆也没有钱 你 你这婆婆 童鸭铁铁齿的 我可说不过你 哎呀 但表姐 你可不能因为 嫁到了别人家 就和外人一心了呀 再这么说 我们才是你的娘家人 你要是真窝窝囊囊囊的 到时候水里比我水的还少 我看你丢不丢面子 所谓送礼 是为了表达心意 不是为了打肿脸充胖子 更不是为了别人眼中的面子 还好意思说 自己是豆豆娘家人 豆豆是把你们当家人 为了迎接你的到来 忙前忙后 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 可你呢 筷子都还没动 就开始问豆豆要钱 还撕着大张口 一要 就是豆豆一个多月的工资 这样的人 只能叫亲戚 说是娘家人 都侮辱了家人这两个字 表姐 你说句话呀 你就打算这么看着 你婆婆欺负我吗 我觉得我婆婆说的也没错呀 是谁家的钱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送礼讲究的是你来我往 想让我们送六千六 那就请她先把那六千五补上 如果做不到 那抱歉 婚礼逗逗没法出席 一千块钱的礼钱 一定如期奉上 多出来的九百 全当我们做慈善了 三千五 还好 四千二 两 一 三千五 一 大 我 一 三千五 一 一 二 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